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云将黑牢附近的地形和港哨都告诉了他 周匪看不清楚谢云话的话 于是他躲过了重重守卫 来到了谢云的牢前 谢云告诉周匪 黑牢上下两层都有守卫 每隔一个时辰 枪帮子的时候都会换班 特意叮嘱他 如果看到一个红衣如雪的人 千万不要质疑 一定要立刻离开 回到48寨之后 立刻让家里长辈去护家要人 这个结果眼上 霍连套是不会想要得罪李大当家的 一定会把张晨飞安然无让地放出去 谢云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周匪 送了一把自己刻的木刀给他 告诉他如果自己出去了就去找他 周匪觉得自己不能够临界脱逃 也不能够扔下谢云独自离开 交接换班的时候 先走的人进过了小亭子撤走 后来的人要短暂的在周围巡视一班 这片刻的功夫里面 交接亭是灯下黑 可以落脚 周匪蹭死机会溜了进去 偷了港哨廷的食物 就在他躲避守卫人员的时候 被关进黑牢里的苍狼煞叫住了 他将自己拖来的食物拿给了苍狼煞 特意叮嘱他这个烧饼里面没被下药 见此景 苍狼煞很是感动 决定留他一命 面对于苍狼煞的询问 周匪没有透露自己是48寨的人 周匪认为温柔散竟然是下在食物里的 那么显然要经过厨房捅一调剧 厨房里人来人往不可能万无一失 一定会有自己的人来务食 也就一定会有备用的解药 他跟着厨子来到了厨房 找到了一大堆的药 急忙带去了给谢云 地霞来袭霍连涛让黑牢里的守卫去御敌 周匪和谢云蹭死机会离开了黑牢 跑到了木小桥房里面找温柔散的解药 他们无意间在木小桥房间发现了炸药 意识到霍连涛要炸黑牢 急忙的拿着解药去黑牢里面解救被关押的人 黑牢里周匪和谢云发现 来闹事的人是地霞的佟天阳 心里面惊讶不已 佟天阳以命相逼 让霍连涛交出了肾毒印和水波纹 其实周匪和谢云雷手救出了道长张成为一行人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黑牢的时候 朱雀主木小桥弹奏了一段枯装 之后现身与地霞的苍狼搏动 得知在黑牢里指点过自己的人是地霞中 武功最高强的苍狼煞 周匪是惊讶不已 苍狼煞和木小桥打斗之间 霍连涛点燃了火油线 想要炸毁整个黑牢 佟天阳急忙的将此事告诉了苍狼煞 逃离出了黑牢 周匪出面对付地霞的人 奇门出箱子在一旁指点他 虽然摆平了地霞的人 但是周匪的刀具断了 黑牢炸毁了 余文只急忙让人去黑牢搜寻 务必要找到无价的后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